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午安 有很多病人 那或许是因为脊髓损伤 或许因为坚持性膀胱炎 或是因为Ketamine膀胱炎 还有些因为过去有过膀胱出口阻塞 然后导致膀胱逐渐萎 所产生的萎缩性的膀胱 在各种药物治疗效果不好之后 可能会造成病人会有漏尿 急尿 甚至会产生肾脏水肿 这样的一个后遗症 那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把膀胱扩大 这个膀胱扩大呢 就是要让膀胱的容量增加 让膀胱的内压减少 这样子除了会预防反复性的膀胱细菌感染之外 也可以让肾脏水肿消除 恢复正常的肾脏功能 那要把膀胱扩大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当膀胱容量还不是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把膀胱的肌肉剥开来 就像剥柚子这样把皮剥开来 让里面的黏膜膨出来 这样子的话让膀胱的容量可以增加2到3倍 所以只要膀胱容量在150到200cc左右 还没有很小的时候 做这种手术是可以增加容量 然后让不漏尿也比较不会造成反复的感染 但是如果膀胱容量已经小到100cc以下 再怎么样剥开来 它的容量还是不能够让它有正常的一个膀胱除尿的功能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使用小肠或是使用大肠 来做膀胱扩大整形手术 利用这样子的肠子把它缝好 做成一个盖子再把膀胱打开来 把这个肠子缝上去 就可以让膀胱的容量增加到500-600cc以上 同样的也会让膀胱的内压降低 改善肾脏功能减少漏尿 这样子的手术其实是很简单 但是呢对于病人的一个治疗的结果是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病人 不妨带来让密尿科医师检查 早一点做这种手术 改善它的膀胱功能